李冰冰自从电影《深化危机之灭绝真相》后成功打入好莱坞 身为国际巨星 近日更是强势到岗准备参与好莱坞电影《变形金刚似》的拍摄工作 当天冰冰进现国际朝范身份 身旁更有两位大汉保镖护驾,派头十足 人气飙升,演艺事业发展也是如日中天 但冰女郎身边却一直未有另一半的出现 早前李冰冰曾在微博晒出深吸婚纱的照片 一时间让粉丝激动不已 还以为李冰冰遇到了她的Mr.Right 但最终仍旧是空关系一场 10月12日,李冰冰在微博上发表一段女人对于爱情的感言 10月16日,同学兼好友的人权在微博转发 死鬼,以前你都叫人家小甜点,现在却叫人家牛夫人 暧昧语言在让无数网友大呼在一起 据悉人权和李冰冰在微博互动十分频繁 曾因共同吐槽北京夏尼天际而共同创造出尼正文美等搞笑语言 李冰冰在美国拍戏期间也曾微博喊话人权 让其快递自家伙播到美国,由于二人接单身又常在微博调侃 你的网友不免猜测二人的神秘关系 纷纷留言表示,在一起,在一起 都心娱乐整理报道